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细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连的讲师高苟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这课咱们使用在PPP程序中注册插件的方式 对不对 可以实现注册变量调节器 对原有的变量调节器进入扩展 对吧 我们看一下现在有一个问题在哪呢 这是我们原来注册插件 是不是在PP程序里了 对 我们注册了几个看到了 对吧 嗯 那这样的注册插件 这个插件是谁用啊 是美工人员在模板里用 对不对 是给美工人员编写的 那 但是写的什么代码 是不是PP代码 那问题来了 在哪呢 那这样的插件跟我们PP代码混合 而我们PP代码是写业务的 业务逻辑的 对不对 那你自身的比如说你商城的逻辑啊 或者是新闻网站的逻辑 对不对 和这个插件混在一起了 对不对 那可读性就差了 对不对 用不读的时候 所以这个是到底处理商城的哪一部分呢 是就不明白了 其实这是插件的一个小功能 对不对 不要跟业务逻辑混 那这种方式是可以的 简单实用 但是呢 容易跟业务逻辑混 对吧 或者是什么情况呢 系统原来不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插件了吗 比如说变量调节器 是不是系统提供那么多啊 对不对 我觉得哪个不满意 我能不能修改呢 对吧 那就得找到系统给我们怎么提供了 对不对 我们才能修改了 咱说尽量员工的尽量不修改 对不对 那讲一下 我还想扩展这种变量调节器的插件 我还不想跟我们PP业务逻辑混在一起 对不对 那我们就不应该把这个东西写在这 对吧 写到smart 那是改smart的原点码吗 是在我们smart里边的这个类里改吗 那就落了对不对 那smart的生意你都不知道改什么了 看好了 这两个目录 看到了吗 一个是插件一个是系统插件 系统插件就是它系统本身的模块 你别改的 而这个插件就可以用不自定义的插件 你看一下 这里边 这里边的修改器 你看日期格式或者什么 或者替换修改器 看到了吗 这个其实对应的 你看 我们打开 这就是一个函数 对不对 每一个函数 以modifier开头的 就对应这里边的一个函数 所以呢 对吧 比如说刚才咱们看到的这个 你看 date phone 对吧 对 日期格式对不对 或者这个 或者是插空 或者是这里边的截取 对不对 都是modifier开始的 对不对 只要有modifier开始的 就对应那个 比如说 现在如果我删除一个 比如删除哪个呢 不常用的 找一个吧 这是不是插空的那个 对吧 看了这个 我现在把它删除 对吧 删除插空的 那么我们在这里边 这个就负能用了 明白这意思吧 那我们试一下看能能用了呢 看 我们在这里边 我们在tp层里边 把地下都住掉了 对不对 我们在这里边找到 我们把其他也都删掉 这几个我们都删掉 对吧 这个都删掉 这个 这个呢 上面这些 我们也都删掉吧 真是不用什么乱 对不对 现在是不是是插空的 这个 原来是不好用的 对吧 是用系统的 现在我们再刷新一下 执行一下 lockhost里边的 index.p 刷新一下 你看 告诉我们没有这个 是不是 嗯 说明我们刚才删的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 对吧 所以说 我们现在可以怎么办 那我们现在自己 是不是在这里边 按照 插件的规则 我们是不是自己 可以写一个 嗯 是不是 自己可以写一个 但是 怎么了 什么呢 在smartx2 就是在这里边去写 插件目录去写 对不对 那现在在这里写 你分布形式自己定义的 还是系统提供的 对不对 而且这么多文件是不乱的 对吧 所以呢 我们想办法 能不能 在自己不改变smart原代码的情况下 原代码都不动 对不对 能不能在我自己应的目录下 我随便建一个 插件的目录 看到了吧 对不对 麦插件的目录 看到了吧 通的 我在这里边写 对吧 是不是属于用户在应用程序写啊 没改变隔来的smartx2 那个结构 对吧 是不是更好一些 这smartx3是怎么写的 那我随便建的目录 他也找到我 对不对 这怎么办呢 在同样在处理画里边 我们像添加其他目录一样 我们可以怎么办 可以在这画 添加一个什么 插件的目录 看到了吧 使用smartx2 里边是样 side 插件那个词怎么写的 side p-l-u-g-i-n 插件 dr 看到了吧 在哪呢 在root下边 斜盖 myp-l-u-g-i-n-s 系统给我们提供的 smart里边有这样的一个方法 是插件目录的方法 对吧 我们只要写上这个方法 那我是不是就把这个目录注册到smart里了 现在我在这里边再写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那现在 我把这个 去掉 好 静静一下 不存在 我们来看一下这块插件目录不存在 我这个里边写的写错了 p-l-u-g-i-n s-p-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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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l 我们做的那个什么 改变自己的颜色和尺寸的 行不行 对吧 记住这里边 你定义一个插枝 就是一个文件 对吧 这里边如果有一百个文件 它怎么去找 每一个里边都有自己的函数 对不对 所以命名一定有规则 什么规则呢 就是首先第一步必须什么 Modify Modify 什么修改器为情绪 听什么 然后你的函数名 听什么 函数名什么呢 比如说Mystyle 然后点PRP 这样的命名规则 看到了吧 那这样的话 比如说有几千个函数 我在这块用函数的时候 你看 假如我在这块 用 Dollar福利亚 竖线Mystyle的时候 对不对 那它是不是就可以到系统注册的这个目入下 对不对 找什么 直接找 一看这块是修改器的用法 能不能看是修改器的用法 系统只是修改器用法 对不对 还用哪个修改器呢 用这个修改器 对不对 既然用这个修改器 那么我们在这块 看一下 能不能找到对应的这个文件 对吧 能找到这个文件 那就能到这个文件下找到什么 找到我们想要的函数 明白这意思吗 那函数我这里边 有没有可能写几十个函数 有可能吧 对不对 因为有的时候 万一有功能的话 需要N个函数 对不对 那哪个函数才是我想调用的 所以这里边函数命名也有规则 所以第一步记住了 位置得找到 就是你得写在哪个目标下 第二个文件命名得正确 对不对 第三个就是什么 在文件里边函数名得正确 听什么 那函数能怎么定义呢 你要随便写一个 比如说my style 这样 可以吗 对不对 有可能有其他函数就在 所以这里边必须这么写 你smarty下滑线 开始的前缀 modify开始的 这就能看到是 是smarty的修改器的这个函数 听懂了 然后 只要记住 当然这里边书是什么呢 正常怎么写 就怎么写 对不对 所以这里边记住 我就把功能写在这里了 第一步 怎么的 插件 位置 要确定 第二步 当然刚才咱们写的是 使用smarty 里边用什么了 smarty里边用sit prugsdr 这种方式指定了 对不对 第二步 什么 文件 命名 要有规则 为什么文件命名要有规则 不然它几十个文件 它不能一个一个打开找到 对不对 那效率很低 所以根据文件名 就能确定这个文件 对不对 要有规则才能通过文件名 怎么的 确定这个文件 对吧 那怎么规则 修改器就是前面什么 modifier为前面对不对 然后这是自定义的函数名 然后点平立体 是这样的规则 对不对 第三步就是什么 函数名 要有规则 不然的话 这一个文件 有可能实现通过文件 有几十个行人 对不对 它找哪个用 对吧 这样的话 才能找到这个文件中的函数 对吧 第四个就是什么 参数要有规则 对吧 那什么参数地规则 第一个 必须是要处理的变量 对吧 参数 然后第二个以后才是使用的参数 对吧 那第一个必须传一个变量 然后如果自无串就处理 对不对 第二个比如说传自己的尺寸 等于比如说默认识三 对不对 然后自己的颜色 Color 比如说默认识 G2E绿色的 对吧 或者你想要的颜色都可以 然后这里边我们就可以返回 F文T字体的尺寸 Color等于什么 尺寸等于什么 然后斜盖 对吧 这里边我们就可以放上什么 颜色就是Color 尺寸就是Size 然后这块就是字符串 你看 对吧 有这么几个规则 那这个插件我们现在写完了之后 和我们P2P这里边就可以删掉了吧 你看P2P的业务逻辑 该写P2P就也P2P的 对不对 只不过我们那个 因为那就是美国用的 就得是smarty的插件 就不跟我们业务混合 对不对 所以这样注册插件的方式是最好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可不可以呢 就看我在摩托里边用一下这个 对吧 Mystyle 这个名称 是不是他会找到这文件 找到这个Mystyle 把作业传进来 默认尺寸是三言 它是绿色的 对不对 看是不是呢 你看三对吧 绿色的 如果我想用它再变化变化呢 对吧 到了福利二 下方线Mystyle 对吧 尺寸7 然后颜色R1D红色的 看一下是不是呢 如果可以的话 红色 这样是不是就赔了 这就是注册插件的方式 再回顾一下 首先咱们第一步做了什么 在配置文件里边加了一个这个 是不是指定插件的目录 对不对 第二个在这里边我们命名是没有规则 所有的修改器必须以Motify开头了 这是规定 smarty的规定 咱们确定不了 对不对 你就不要感受 我不想以这为钱 以别为钱 对对不对 规定好了 这你就没有必要改了 然后中间是你要使用的插件的名称对不对 然后在这个文件里边 对吧 函数的命名规则是以这个 smarty这个规则规则规则 这才是插件对不对 然后参数第一个要处理的 后边是自己写参数 该怎么写函数就怎么写参数 这系统原来是这样的 好 咱们这节课 使用文件的方式处理插件 咱们就叫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员时 进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联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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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